寻找就寻见,课文就开门,我是若子,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今天是2022年2月9日 我们一起读民数记第七章 民数记第七章是很长的一章 它为什么这么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摩西立完了账目,就把账目用膏抹了,使他成圣 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弹,并弹上的器具都抹了,使他成圣 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 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 大家可能会说,前面立位记不是已经有过高摩账目 然后高摩账目中的器具和弹了吗? 怎么这又来了?是吧?这是又来了呀 因为你想啊,这不是民数记吗? 然后不是耶和华让摩西啊 他们数点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吗?是吧 那么现在呢,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新的,这是一次新的这个献计了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在献计呢,这是以什么为单位呀? 以各个这个支派,是吧?这个各个支派都有他们各自的首领,有各族的组长 这是一次呢,这个分宗派了,是吧?分宗族了 有各自的这个支派的首领来做一次隆重的献计 好,我们来看 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组长都来奉献 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贡物送到耶和华面前 就是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 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 因为是十二个,所以是六辆车啊 每首领奉献一只牛,因为是十二个,所以是十二只牛啊 他们把这些都奉到账目前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 都要照立位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立位人 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伊塔玛手下 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侠子孙 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 在尖头上抬圣物 那么也就是说 立位人啊 他们在 就是办理这个会幕的事嘛 所要用的啊 这个 这个交通工具 车和牛啊 都是要由 那十二个支派啊 他们献上来的 那么这个分配是这样分配的 大家看啊 一共是六辆车十二只公牛嘛 那么两辆车四只牛是交给格顺的子孙 由他们来用这两辆车四只牛 也就是说一辆车有两只牛啊 去这个办事 那么格顺的子孙我们知道 还有印象吧 他们是负责经理呢 这个会幕中啊 这个那些软的东西啊 那些什么盖子啊 是吧 围子啊 慢子啊 毯子啊 绳子啊 等等啊 所以他们只需要两辆车 四只牛就可以了 然后把四辆车八只牛 交给了米拉利的子孙 那我们应该还有印象 米拉利的子孙是负责经理的 这个账目的什么 那些硬的啊 什么棍子啊 什么杠子啊 是吧 那些啊 那些这个啊 这个钩子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所以他们需要的车和牛呢 就更多一些啊 所以说是四辆车八只牛 那么大家这样一算就知道了 一共是六辆车十二只牛 这已经满了 是吧 那我们知道呢 另一位人里还有割侠呢 是吧 割侠那一只 他们是负责什么的 他们是负责圣所里边的 什么法柜啊 是吧 法柜也叫约柜 是吧 诗恩座呀 什么香坛啊 什么这个等等那些东西啊 因为那些东西啊 是不可以用这个牛车来搬运的 是需要他们割侠人呢 在肩头啊 抬的啊 就是要用人啊 要小心翼翼的 因为你不能出现任何的 这个差池啊 所以他们不需要牛 也不需要车 好 那么这是先由这十二个支牌啊 就是供奉出 立位人在经理这个账目时 所需要用的车和牛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还有什么 用高抹坛的日子 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 众首领就在坛前献贡物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众首领未行奉献坛的礼 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贡物 那么也就是说需要有十二天啊 每天一个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是由大支派的雅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碗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做素季 一个金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碎的公羊羔 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碎的公羊羔 做平安祭 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贡物 那我们可能有的人就会说 哎呀 怎么献这么多呀 太贵重了吧 那你要注意啊 他献的这个是代表什么 他整个这一个支派的 你回头再往前翻翻 你看那犹大支派 这一个支派是多少人 被点数的 二十岁以上的是多少人啊 所以说他这是代表整个支派的啊 好 这是第一日啊 第二日来线的是以撒加子孙的首领 苏鸦的儿子拿坦叶 他线为贡物的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碗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平安祭 这是苏鸭儿子拿坦叶的贡物 第三日来线的是 西伯伦子孙的首领 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碗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高做平安祭 这是西伦儿子以利亚的贡物 第四日来线的是 流遍子孙的首领 以示丢的儿子以利婿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碗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平安祭 这是士丢尔的儿子 以利婿的贡物 第五日来线的是 西伦子孙的首领 苏利沙黛的儿子 士露灭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碗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金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毒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平安祭 这是苏利沙黛儿子 士露灭的贡物 第六日来线的是 迦德子孙的首领 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 他的贡物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碗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 独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平安祭 这是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的贡物 对我一口气读下来了 是吧 你发现什么情况了没有 对 就是你发现这六日啊 从犹大一直到加德 是吧 犹大的支派 加德的支派 这六日 他们每一日来所献的都是一样的 每一日啊 每一个来献的都是 那么 那么我们看从第七日呢 有变化吗 第七日来献的是 以法莲子孙的首领亚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了 一个银碗 种七十摄克了 都是按圣索的评 也都盛满了条友的细面 做宿祭 一个金鱼 种十摄克了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 独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平安祭 这是亚米呼儿子以利沙玛的贡物 第八日来线的是 马拿西子孙的首领 彼大旭的儿子加玛列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了 一个银碗 种七十摄克了 都是按圣索的评 也都盛满了条友的细面 种宿祭 一个金鱼 种十摄克了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羊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高 做平安祭 这是彼大旭儿子加玛列的贡物 第九日来线的是 变亚米子孙的首领 基德尼的儿子亚比丹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了 一个银碗 种七十摄克了 都是按圣索的拼 也都盛满了条友的细面 做宿祭 一个金鱼 种十摄克了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平安祭 这是基德尼儿子亚比丹的贡物 OK 你发现了 从第七日以法连的子孙的首领 到第九日变雅民子孙的首领 他们所献的和前面的第一日到第六日 是吧 还是一样的 是吧 还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从第十日到第十二日的呢 第十日来线的是旦子孙的首领 亚米沙黛的儿子亚西以谢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中130社科了 一个银碗中70社科了 都是按圣所的评 也都盛满了条友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金鱼中十社科了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平安祭 这是亚米沙黛儿子亚西以谢的供物 第十一日来线的是 亚瑟子孙的首领 俄兰的儿子帕杰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中130社科了 一个银碗中70社科了 都是按圣所的评 也都盛满了条友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金鱼中十社科了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 高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高 做平安祭 这是俄兰儿子帕杰的供物 第十二日来线的是 拿佛塔利子孙的首领 以南儿子亚西拉 他的供物是 一个银盘子 中130社科了 一个银碗中70社科了 都是按圣所的评 也都盛满了条友的细面 做宿祭 一个金鱼中十社科了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高 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高 做平安祭 这是以南儿子亚西拉的供物 好吧 最后这三天啊 第十日到第十二日啊 从蛋子孙 然后呢 到这个 拿佛塔利子孙 我们发现 与前面的 伊法莲 与前面的 这个犹大 都是一样的 对 也就是说 这十二个首领啊 他们分十二日前来 宪的供物 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区别 但是呢 他们来宪供物的 先后次序 我们大家看出来了吧 这个先后次序 就是先是谁啊 先是这个丽雅的 这个 所生的那个 子孙 然后是拉杰 是吧 然后是什么呢 是他们的那个 这个 这个 相应的那个 那个丽雅和拉杰 给雅各的那个 侍妾 那么他这个是有一个先后次序啊 但是 但是 每一个支派献给上帝的供物都是一样的 那你 你总不可能十二个支派一婚而上一起来吧 是吧 你你肯定是分十二日 你要有先后次序 那么这个先后次序就按照他们母亲的啊 这个是第一个迎娶的第二个迎娶的 然后是侍妾是吧 按照这个 这个 自己的出身啊 那么 但是他们献给神的这些供物都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总起来呢 用高摩坛的日子 以色列的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 所献的是 银盘子十二个 银碗十二个 金鱼十二个 每盘子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每碗种七十摄克勒 一切器皿的银子 按圣所的瓶 共有二千四百摄克勒 十二个金鱼盛满了香 按圣所的瓶 每鱼种十摄克勒 所有的金子 共一百二十摄克勒 做繁祭的 共有公牛十二只 公羊十二只 一岁的公羊膏十二只 并同献的宿祭 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十二只 做平安祭的 共有公牛二十四只 公绵羊六十只 公山羊六十只 一岁的公羊膏六十只 这就是用膏抹谈之后 行奉献谈之礼所献的 摩西进会幕 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听见法规的诗人座椅上 二基路膜中间 有与他说话的声音 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 这就是民数记的第七章 第七章剧场 是吧 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原来都是重复的 是吧 当中那么多内容都是重复的 就是 这就是用膏抹谈之后 卫行奉献 谈之礼所献的 其实那一小段 刚刚我们读的那小段 就是总结 哎呀 为什么不就总而言之一下就行了吗 那把个总数一说 十二支都现的一样的 大家就知道他们都现的 为什么还要如此的不厌其烦的 一个一个一个的重复十二遍呢 为什么要把相同的内容重复十二遍 是吧 重复了十二遍之后 最后又来了一个总结 那你就直接的有最后一段 把它总结的说一下 完全不必要写这么多吗 是吧 摩西你写这个 这个 第七章的时候 难道说是一个字给你多少钱吗 是吧 还是要 必须要要求你写满多少个字吗 你怎么这么啰嗦呢 大家想一想 这是啰嗦吗 那你想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那圣经呢 有些地方啊 就是有的人很多很多的事 很多很多的人 连一个字都不写的 是不是啊 我们都要去 去进行合理的推断 是吧 或者说 去做一些猜想 是吧 可是为什么在这里 却要把一模一样的十二次 要写它十二次 还要最后总结一次 只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什么 对 说明这件事 无论是在人 还是在神 都是非常隆重的 这个仪式 就我们常说仪式感 仪式感 是吧 因为这种仪式感里面 它其实是表现了什么呢 表现了人和神的这种关系 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每一个支派 他们在给神献上自己这一份 这个供物的时候 他们的前程是一样的 那么神在接受每一个支派 所献的这个供物的时候 神的喜悦是一样的 那么摩西在记录每一个支派 所献的供物的时候 摩西的那种 那种前进 那种充满着喜悦感恩的 那样的心情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不厌其烦的把它读一遍 要一个字不差的把它读下来 你去体会啊 其中的奥秘所在 所以呢 当这个奉献啊 这个这个这个谈啊 在这个呃 行奉献谈的礼啊 结束了之后 摩西就进会幕 要与耶和华说话啊 然后就听见法规的诗人座 以上二级路伯中间 有与他说话的声音 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 那么行了如此隆重的 如此敬虔的啊 可以说人神啊 契合的啊 这样的啊 奉献谈之礼之后 那么耶和华要对摩西说什么呢 我们明天来聆听 好吧 今天呢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 今天呢 是2022年2月9日啊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啊 对 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被神恩待的一天 所以我们就要不厌其烦的 每一次都要说这句话 就像 以色列12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都是神所爱的支派 虽然你们来献礼的时候 是有先后次序 但是你们所献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支派来献的时候 神都是同样的心情悦纳 每一个支派来献的时候 他们也都是用同样的敬虔来贡献 摩西每一次记载的记录的时候 他也都是以同样的啊 欢喜的这种心情来把它记录 所以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 我们也要以同样的心情去阅读 就像我们每一天说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一样 哈利路亚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明天见